現在出去表演 一般都唱自己的歌 妳想唱這首對不對 對 我很喜歡這首 她喜歡的偶像大概 比方王菲啦 還有王才華 妳怎麼知道 不是 剛剛在化妝間可惟說 她真的耶 跳我的Bobby跟唱Bobby 我好感動 不可能 因為可惟妳在台灣待多久 我前天才來 已經知道Bobby是什麼歌 沒有 我們去馬來西亞的時候 有一個藝演的活動 然後就所有的藝人都唱 才華姐的Bobby 真的講得這麼給他們面子 妳在新馬也是紅是不是 美國 澳洲 妳已經有去了西方的國家 表演過了嗎 有...哪裡 有...妳說新加坡 西方 西方 美國最近也會在安排 美國有在安排 有 不會是一整個秀吧 好 Las Vicasio 妳唱的聲音是什麼 因為Bobby可以保佑他們那個 賺錢啦 妳知道他們的立心遊輪啊 一定要我去 逸可惟等一下要唱的這首歌 是什麼歌 我願意 好 歡迎逸可惟 歡迎 謝謝 太好了 1 風... 我音... 小野人 笑雲 无声游戏 触摸在心底 穿越 吞没在寂寞里 无力抗拒 它便是眼里 像一道无法呼吸 恨不能立即 叫灵魂奔去 多深地告诉你 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忘记我心 就算多一秒 停留在你怀里 失去时间也不可及 我愿意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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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放逐残局 只要你珍惜 能爱我回忆 我什么都愿意 我愿意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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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谢谢 不所谓 在台湾的摄影棚里面 唱歌会觉得很古怪吗 不会 因为有些歌手觉得现场 只有摄影机啊什么 会觉得唱起来很难发挥 不会 很舒服 没关系 还是 就是 感觉 就是感觉很舒服 因为只打一个灯 可是台在这没有人欢呼什么 这种气氛也OK 我OK 因为我之前就是 在当艺人之前我是唱POP嘛 唱的都是比较轻松的音乐 所以就是可能环境也很轻松 大家都在吃饭或什么 都不会理我 我就是背景音乐 所以我已经习惯这种感觉 唱POP的时候是在哪一个城市 成都 以前彩华在台湾唱的餐厅 都是吃牛排的耶 不是说太大的问题吗 不是说牛雞排 花姐 你现在出现在校园 你有感受到学生疯了吗 尖叫 自从住了BOBY之后 你就叫是看大鬼 那是看大鬼不一样 不是 真的看到我 这个就一直叫一直叫 兵器部 彩华街 就一直叫... 我这一辈子啊 让我感觉有这么多欢呼声 所以他們是看到电视上面 有在播日本的兵器部 所以他没在放那裡 因为我之前有上过西安 还有这么有人在骂妳 有上过美国的西安安耶 不可能 來 请看VCR 沒有... 妳上那天 有 她上過 真的 因為很多外國人 跳我的BOBY 真的 然後新人 那一天就播我說 台灣有一位什麼王才華 是訪問一兩題還是專訪 就是播我的畫面 就是我的MV跟很多外國人 對 現在就是流行這個 跳BOBY這樣子 我紅到美國CMN 你們是那個 沒有 那個新聞的包裝好像 好像是說 不是 她沒有這樣講 她沒有強調如此喔 她說現在亞洲有一個非常紅的 台灣王才華 現在很多人看到她的BOBY 是這樣子 我自己都嚇到耶 可是林佑佳 妳現在離開一個場地 到另外一個場地去的時候 會遭遇到需要保鏢幫妳 保護兩邊妳才能夠離開的嗎 對啊 好 可是因為我看起來 就是一個很冷靜的臉 所以通常就是 她的熱情到這邊就會 變成很禮貌 妳說大家尖叫衝上來的時候 看到妳那個臉就會 慢慢不好意思 對… 所以妳從來都不會 鼓勵他們要更熱情 其實會啊 現在也會 就是很親切 就是跟他們 有話家常嗎 話家常比較不會 所以粉絲衝上來的時候 如果要抱妳什麼 妳都讓他們抱嗎 男生啊 男生的話就可以抱 真的嗎 女生沒有 我男女都可以耶 真的 我男女老幼都來抱 妳都要那抱 真的 而且我一定會讓他們感受到我的問題 小花姐 妳今天專門花太多時間了 真的嗎 我沒講過 我沒講過 你不然被粉絲包圍的時候 他們是會摸妳嗎 會摸啊 因為我在內地機場的時候 都會有粉絲接機送機 每到一個城市都會有 那只要我一出機場的時候 所有人都會圍過來 上上來 妳不知道誰在捏妳屁股 或者誰在摸妳臉 因為太多人 妳不知道是誰 那他們摸屁股的時候 是友善的嗎 我最誇張的意思是 有一次我的同事 在內褲裡面 不知道誰塞進去 一個小彎號 塞在妳同事的內褲裡 對 小鴨子是不是 小鴨子 完之後第二天 我又收到了一份同樣的禮物 還是那個小鴨子 就驚了一下 原來是他塞 鴨子就是為了給妳的 那他幹嘛塞在同事的內褲裡 他可能塞錯人了吧 其實要塞妳 就是一對的 手機拍裡頭 我最誇張的意思是 有人拿著手機這樣拍 這麼近 對 這個樣子拍 那不就是臉頰的特寫而已 就這一種 太緊張了 對 拍到眼睛也好 鼻子 嘴巴都可以 那個部位都OK嗎 那個是回憶 對 因為我也想摸他這麼 因為拍妳的話 因為素材 她也會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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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今天要唱的是什麼歌 這些跟這個天王天后 你們帥哥美女唱 那我今天又鼻音 對 妳要唱嗎 不要唱 不要唱 好了 拿太輕了 王彩華衝現秀場風華 李佑佳卓身外一筆 雖然今晚託給我吃一餐 雖然腳步打給我吃一餐 你散發一種 霓虹燈的感覺 對 這就是觀眾喜歡看的 你會嗎 很想要跳一下 小燕姐為什麼有秀場的感覺 沒有 李佑佳 妳在學校的時候 還有同學在 跳一下 今天要唱的是什麼歌 這些跟這個天王天后 你們帥哥美女唱 那我今天又鼻音 對 好了… 大家開心嘛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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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好玩 好玩 好玩 一看 刚才他的心情 也让人知道 是感到做一条恰恰 偏偏我是一类 一类花水的人 因为走一天 爱多爱的人 我好不穿的人 啊好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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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轻轻散散 我感养孤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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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古典喔 恰恰 你不知道他跳得有多那個 對啊 你散發一種霓虹燈的感覺 對 這就是觀眾喜歡看的 是 像他們是實力派嘛 我常常講我是 我要帶給大家歡樂的 可是恰恰這個有斷... 有斷掉了吧 就林佑佳 你在學校的時候 還有同學在跳這個舞嗎 沒有 但是我自己 有練過這種 這種舞 這種舞 這什麼東西啊 突然來那麼一下 你說爵士舞嗎 就是有練過這種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舞恰恰舞 就超猛那個啊 超猛的 對不對 所以妳會跳恰恰的 我不會 但我覺得那個很有趣 那一點會跳恰恰吧 恰恰 那個是基本的一個腳步 你跟恰恰跳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 老師 恰恰的 好 我會 他也會耶 好猛喔 稍微啊 這個是膠質 膠質 是因為雙女的關係嗎 好啦... 可以了... 好啦... 我撐住你了 什麼 我勾住了 撐住 撐住 你很難得耶 你是新生代 卻有秀場的味道 可以 剛剛那首歌呢 其實我也... 我跟他也跟著唱 玉琦維 這個還在笑啊 妳跟四川長那時候 有恰恰這件事嗎 有看小孩子跳過 所以屬於國標舞的一部分 不是社會上的人 出去玩的時候會跳的舞 小的時候有跟爸爸出去的時候 我記得好像就是那種 又可以唱歌 又可以跳舞的地方 舞廳 對 然後就邀請女生這樣 看過這種舞是不是 看過... 那妳感受得出來 剛才那段表演是很老派的嗎 有一點 對 妳坦白講 有一點是沒錯的 有一點 有一點復古 妳有感受到 五點... 妳之前趕場 有曾經在捷運上面 躺在地上睡覺 對耶 不小心 所以濃妝嗎 就是因為... 因為那時候好像有 不知道是封接是要做什麼 有什麼活動 什麼政府的活動 然後就沒有辦法叫計程車 對 我們一定要坐捷運離開 然後到那個場地 然後我就因為太累了 就想說也不能坐下 我就乾脆蹲著 然後我就一隻手扶著那個手把 然後我想說休息一下這樣 然後就晃... 就很舒服就睡著了 最後是平躺嗎 沒有 就可能就整個人 攤在那邊 然後在角落手這樣扶著 然後就是宣傳服 又化濃妝頭髮 也弄得很漂亮 是 結果起來的時候發現大家都在看我 就這樣 都被人家拍了就很擔心 這麼難得的話 你應該會被拍 可是我真的睡覺的時候 我就完全都沒有 不會察覺這些 妳以後家趕場的時候 也是透過在車上睡吧 對 我記得 我剛剛想起來 有一次我在高鐵的時候 然後我就已經在高鐵站 跟同事 然後趕校園 我就聽到有人在叫 然後我就假裝沒有聽到 然後去廁所 結果回來 因為我也是歌迷 或是民眾這樣子 結果一回來之後 發現是她 她叫妳沒緣 她有奪我的意思 所以當時有想說 妳幹嘛 假裝沒聽見我 對 我想說 妳是...是怎樣 是心情不然是什麼 我只是很平常 妳當年在觀光場合 妳叫各種名字 當然要先抱說我是誰 不然她怎麼... 她當然以為是粉絲啊 可能因為公眾場合 對 但我覺得很丟臉 就是被她發現 我假裝沒聽到 然後到... 而且妳後來要怎麼跟她解釋 所以我剛剛其實是 假裝沒聽見嗎 我就覺得還滿歡樂的 我說妳剛好不理我 她就說我以為妳是歌迷 我覺得 余可惟以前在POP駐唱的時候 趕場是靠騎什麼 一開始的時候我是走路 因為只有一場 然後後來就騎腳踏車 然後後來就騎電瓶車 然後最後可能一天 電瓶車 電瓶車就是那個有點像摩托車 可是... 對 有一個充電的一個電池 然後到後面可能一天要跑五六場 就很多 然後一台電瓶車 它電不能跑那麼多地方 就計程車 可是在POP唱歌不需要打扮吧 需要 需要嗎 需要 可是我就是之前我很不喜歡化妝 然後也不喜歡跟客人 就是上面的觀眾交流 所以每次都會被老闆說 妳化一下妝 然後妳跟上面的交流一下 然後就是我還是沒有辦法 所以我就被安排在 要不然就是一開場 要不然就是結束的時候 要趕客人走的時候 冷門的時段 對 冷門的時段 然後就是後來還就形成了 我自己的風格 什麼 就是...